这一类的病一生之宝 他不属于生理的 那要怎么办法呢 调解 又要结缘 古一生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师 于无主卧师所得 二六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一句太难了 谁说的 偶尔大师说的 所以阴光大师赞叹 赞叹偶尔大师的要求 他讲得太好 古人没讲过 释迦摩尼佛是怎么称佛的 是怎样得到 无上正等证据 偶尔大师说 念阿弥陀佛得到的 证据呢 证据就在阿弥陀经上 你看 那么多年 讲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经 没发觉 诶 被他老人家发觉 真的一点都不错 偶尔大师 把我们点醒了 经 以此国家全体 受于坐卧众生 今天 福 阿弥陀佛了 把古诀全体 传掌 跟六道的 坐卧众生 无坐卧式的众生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坐卧到了极处了 做是什么 染无 你看现在 谈到染无 每个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 最容易感触什么呢 环境的任务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失误有严重任务 我们的饮水有严重任务 我们穿的衣服 有一些化学瓶制作的都有任务 中国人古时候 衣服穿眠穿上 这是自然的 现在科学发大了 要改变这些物种的基因 这一改就坏了 看的样子是好看 对人体很不利 所以现在这个意识住心 让很多人得到奇奇怪怪的病毒 那么再扩大 大家晓得地球被染污 地球病 这境界上 回过头来 心里的染污 比环境染污 不知道重多少倍 染污的根源 是在内不在外 内染污 内染污了 外面说 外面境界随心转 境随心转 所以心被染污 身自然染污 外面环境也染污 这是 现在 人 肆无 病痛的根源 化解 自然的灾难 我们叫自然灾害 你要知道这个灾害怎么来的 这就跟看病一样 一身治病一样 中国外国 古今这些欲 都受了很多灾害 这什么呢 这就好像把病状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很多人听了害怕 其实错误 用不着吧 你一定要知道 这病状怎么生的 本来是个健康的 为什么会长病 那么在佛法里面 并有三种 原因 第一种是生理 你的饮食 你的生活方式 有错误 带来的疾病 这一类的疾病 医生可以帮助你治疗 帮助你恢复症 这第二类的疾病 第二类的呢 是你的冤情债主 找到你了 他来干什么呢 签命的 要命 欠债的 要还钱 他是来要钱 要命的 这一类的病 医生治疱 他不属于生理的 那要怎么办法呢 调解 所以宗教里面呢 这有很多传教师 帮这些信徒治病 大多数这一类的病 提出调解的调解 对方接受了 他就走了 你的病就好了 第三类叫 业障病 是你自己造的罪业太多了 这个类病很麻烦 为什么呢 医生治疱 他也不属于调解 是你自己造的业很重 很麻烦 你要找这些 这个宗教来帮忙 他帮不上 因为他不是调解 是你自己做的罪业太重 你该的这个报应 这还是有办法 真正忏悔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 忏出业障 真忏悔 真正改过自心 断卧修下 吉功雷德 问题能发解 我们人身上这种病 你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你有办法治它 阿 你 头 佛 阿 佛 佛 佛 阿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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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